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另外 这次人大会议将审议 全新的港版国安法 操控内容大致有哪些方向 而审议时机以及未来牵动的面向 我们在今天访问 成功大学政治学习主任周志杰教授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关注有关十三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 在今天举行开幕式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人大提出政府工作报告 重申对台反毒促统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跟政策措施 进来看 有没有回应520当天才问总统连任就职两岸谈话 那再拉长时间来看跟过去 四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方针有哪些差异呢 是 我想我们看到就是对岸的工作报告里面 设台的不管是文字的数量还是探讨的内容 很明显第一个特征是应该在520 我们小英总统的演说之前应该就定调了 所以如果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具体详实的对接或对应到520当天总统就职演说 有关两岸关系的一些谈话 那我个人的见解是从他这个不算多 然后通篇的一些内容当中其实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反而是硬的更硬的部分 就是在有关两岸的法理跟政治定位跟争议的这个部分 其实没有在做比这个去年的习5点 乃至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比较严厉的一些用词 比方说这个六个绝部啊 或是这个直接像去年的习5点 把九二共事被载化的 直接跟这个国家统一去做衔接的这样的一种说辞 或是也没有再把一国两制 至少在李克强的这个报告全文当中没有看到 就是有关比较上层的政治的议题 特别是两岸的法理的定位 并没有再做一个更聚焦于这个蔡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 所谓会以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回应 那是比较笼统的是 就是一个坚决反对跟遏制台独 甚至还不如昨天国台办 对小英总统就职演说的回应讲到的 就是说任何形式的台独都要被遏制 还没有国台办昨天的发言这么的聚焦 感觉上是立即针对性的回应 另外一个部分是可以看到 软的更软的部分讲的也是笼统 就是都是旧化重体 就是软的更软就叫促进交流 那这些基本上都是所谓和平统一的 基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要团结台湾的所谓的非律势力 或是说只要是不主张台独的台湾的这个居民同胞 他都愿意继续的所谓团结或是交往 所以根据这三个看点来看 我个人觉得并没有针对小英520的这个演说 去做任何的回应 不管是有关小英总统对中华民国宪法定位 对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概念 要不要进一步的阐述 或是对这个概念 中国大陆方面有什么更负面的一些说法 还是说对小英这个盛选演说跟就职演说 都在提到那八字真言 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琢磨 我想比较针对小英总统的说法 应该比较是昨天国台办的一个发言 我觉得反而是针对520的就职演说一种说辞 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多心意 甚至没有出现九二共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这些字眼都没有在这次李克强的报告提出来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反而是按兵不动 那第二个我觉得值得观察的反而是 对蔡总统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 就是说这四年来 北京大概已经对蔡总统的一个思路 或是他对两岸关系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现在执政党 大概已经定了调性 这个调性也不因为小英总统520的演说 或不演说或是说了什么 然后让大陆现在以他自己为主的这种涉台政策的推动 有什么样的一个在节奏上 甚至在这个观点方法跟策略上的一些转变 这反而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讲未必是好事 好 非常谢谢周主任您的解析有关两岸政策 在今天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时候 李克强所提到政府工作报告 有关对台的政策部分有哪些关注焦点 未来两岸能否相向而行 这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 蔡总统期待能够两岸对话是否能够突破 我们后续会持续在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们关注 我们继续也是在今天的全国人大重要的焦点之一 事实上这个讯息在昨天晚间已经有媒体披露 那么也是全国人大宣布就是因应香港可能会成为 中国大陆国家安全的隐忧 所以在这次的人大会议当中 一个议程将会包含一项全新的港版国安法 来补香港的国安漏洞 总统府还有我们陆委会都高度关注 也表达我们的立场 不晓得是不是跟去年持续的反送中行动是有关 主任您怎么来观察 因为香港基本法不就有相关可以立法的吗 你怎么样来观察呢 是我想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的制定 我觉得可以观察到蛮明显 应该是这一次中共召开两会 除了内政之外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等于说是保密到家 一直到了昨天晚上 其实才透过一些大陆的主要的官媒 透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象 当然今天亦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全世界其实不只是香港台湾 我看很多西方国家也都炸了锅 美国英国的这个朝野的各个政治人物 也都争相的这个发出这样反对跟担忧的意见 我个人观察是这样 其实从整个香港所谓的主权移交 或是回归这二十多年来 其实我们从2003年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那一年有个七大游行 七大游行其实也就是为了反对 基本法里面的第二十三条 这第二三条本来是规定港府要自行立法 第二三条就是说 基本法里面有关国家安全的一些事物的保障 那基本法二三条只是刚领性的提到 那它需要港府自己去立法 就是香港立法会自己立的 怎么保障国家安全 一个在香港实行的法律 这是基本法第二三条 那因为这一条本身对香港很多的港人来讲 它其实就有可能是一个前置言论自由 表意自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立法 所以其实这个争议是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就一直存在的 所以历任的港府 其实都在玩几股传花的游戏 就是说董建华时代 北京中央就说 你要针对二三条来立法 然后他做不到 然后下一任 下了接棒的又说 我也做不到 因为2003年第一次有这么多港人 这个上街这个示威游行 所以港府也就延宕了 那就一届传一届 就一直没有把这个基本法第二三条有关 怎么保障国家安全的这个原则呢 透过一国两制里面两制的香港的立法会 自行去把它立法 那我们看到从战中运动到反送中运动 那香港整个的情况 对北京来讲 其实也观察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很明显现在香港人本身的这种本土意识 跟台湾一样也非常的高涨 那整个所谓的中港关系 官民之间或是港府跟港民 这个香港的警察跟香港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都变得非常的紧张 那从北京的视角来看 恐怕就是要这个面对所谓比较激进的本土派 或是上街抗议示威的人士 说要揽操 要揽操 那今天就有香港媒体已经讲 那这个香港要揽操 那北京也跟你玩大 就是把事情玩到大 就是我也一了百了 就知道说基本法二三条在香港 即便现在建制派是占多数 但是从上次反送中 就是要修例 都就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波 所以从北京的立场来看 他也不再期待 即便还稍微占有多数的 香港的建制派的立法会的委员 能够把延宕已经十多年 快二十年的这个基本二三条 能在九月又要举行香港立法会之前 在不到六个月之内 可以把它立法完成 所以那与其等到九月份 香港的立法会再度选举 它有一个急迫性 也观察到从这个占中 到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后 整个香港确实 以统治者的角度来讲 有种不可控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发生 再加上九月份立法会选举 因为这个今年的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其实已经变天了 就是现在非建制派是占有香港 几乎是香港的所有的区 就大概比台湾的几个礼合起来 这样的一个服务员 只剩下一个区的议长是建制派 其他都是非建制派 就是泛民或是本土派的 出任议长 所以等于说地方包围中央 因为我们台湾的术语慢慢成型 那当然以香港来讲 要有关全港性的立法 是只有立法会 区议会基本上就像是地方事项 但是这种所谓地方包围中央 我相信也让这个中共当局 有一个禁决 那今年九月就怕整个这个全港性的立法会的选举 建制派也没有办法过半 即便有功能组别 过去一直是这个建制派的禁联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某种方式 能够功能组别有可能被这个非建制派的这个势力给攻陷 再加上这个美中关系对立 再加上两岸关系也是往这个负向的方向发展 所以不管是美中关系两岸关系 大概这种往负向发展 往冲突 往紧张的方向去 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也蛮明显 或者说两岸关系可能在520之后 暂时是一种冷平衡 或是从冷对抗到冷和的局面 但是至少两岸现在之间也没有官方的往来 跟一个最基本的政治上的谅解 那美中的关系更是急转直下 所以反而在这个当下 我觉得就北京的角度来看 坏也不会再坏了 那反正打铁还需自身影 他做什么美国现在都会反对他 所以还是先把香港给稳定下来 先把香港牢牢的这个掌握在手上 即便被批评一国一制 即便经过这样的事情 一国两制要垂范台湾 真的会变成是一个天方夜谭 那我觉得以北京 他的现在的想法 那他念自在自的还是牢牢的能够控制香港 或是所谓恢复香港的稳定 或是所谓遏止港独势力的 这个过分的这个蔓延 好 非常谢谢周教授 首先在节目前半阶段针对 中国全国人大获益在今天上午开幕 而提出了政府工作报告内容 有关对台政策的一些关注焦点 另外还有在这次的中国全国人大 即将审议有关香港版的国安法 中国全国人大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会有立法的动作 有哪些关注焦点 非常谢谢您的观察解析 那么在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再针对相关的焦点 再继续请周教授为我们做 进一步的观察探讨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安居节目持续访问 成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周志杰教授 而在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是中国全国人大在今天正式开议 有关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对台的政策部分 以及这次全国人大将审议 香港版的国安法 那么有关香港版的国安法草案内容 在今天上午中国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副秘书长王晨 公布了草案的大致内容 包括草案是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外国 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来干预 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反制 依法防范制止 跟惩治外国和境外势力 利用香港进行的分裂 颠覆渗透以及破坏行动 而对此总统府今天表达立场表示 只有尽速并诚意开启社会对话 落实对港人自由民主的严肃承诺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 而这也证明一国两制和民主自由的必然汉格 而若果会已表示 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香港版的国安法 反映中共缺乏自行能力 一味错加香港不稳情势根源 归咎于外部势力 港独分离主义 给予立法防范其所谓的国安漏洞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教授 有关这个草案内容有哪些重要的观察焦点呢 根据基本法的第十八条 其实任何在中国大陆所谓内地 所实行的这种所谓的全国性的法律 除非列进基本法里面的附件三 才可以在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局施行 不然都不可以 所以这一次这个草案 就是将来 这个草案也是一个纲领性的 就是我们看到它条文也不多 基本上就是宣誓针对颠覆国家 恐怖分子跟什么境外势力勾结 什么大概有四个大项 基本上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分这四个大项 另外一个重点其实有一个端倪 我们值得观察就是中央政府 有权在香港设置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知识体大的事情 那未来可能的途径是 这个纲领性的草案在明天通过之后 在六个月内 这个人大就会制定出一些 比较详细的细则 就真正转成是一个 具有实质规范性的法律 现在这个草案通过 其实只是一个纲领性的宣誓 六个月内法律的制定 其实它这个期间 也可以进入观察 九月的立法会选举 到底结果怎么样 也可以观察整个香港内部两岸 西方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反弹 大概是虚的还是实的 就是可以当作一个 进一步的立法的细则 当作缓冲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一个要点 就是说对一国两制的 真正的一种实质的影响是 我觉得北京可能也对港府 本身的自己能力 不是具有那么有信心 即便在基本法上是可以找到桥门 有关国家安全 有关这种事物 当然北京是有权力 有一些全国性的作为 所以找到基本法第18条 确实是可以绕过港府 是非常谢谢教授你的解析 那么在这个立法之后 后续会引起哪些效应 有哪些对于两岸关系 可能会有所牵动 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面向 教授 依照现在这样的一个立法 它的一个效应 当然就是 我觉得对我们 对台湾来讲 如果这个立法真的通过 在六个月内也有一些细则出现 然后放进基本法的附件三 在香港生肖 那甚至就在这个 全中国大陆都适用 那其实也就不用再修逃犯条例了 因为这个国安法 你不管在香港 还是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 你只要有这个国安法 那就是也无需 有什么反修例运动 我觉得这个对两岸关系的冲击 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这就会坐实了这几年来 大陆的对台政策 等于是往内缩的方向 就是以大陆的节奏为主 以他自己自身力量的强大为主 而不太再那么在意 香港跟台湾的 所谓的民意的展现 那他真的在香港 付诸这样的动作实施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领导的 现在的北京的这个当政的团队 他其实耐心是有限的 他其实确实是 怎么说是一个risk taking 因为这样的一种倾向 就是大陆内部有脱贫攻坚 有这个全面健能小康社会 对外有美国 对他全面展开的围堵遏制 用疫情之后的复工复产 内外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情况之下 对港台这两个地方 不管是对港政策 对台政策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本来以为 就是因为他的内部外部的问题 这么多 所以比方说 我们台湾 我们只要不踩那个 法理台独的红线 基本上是相安无事 不会变成北京当局 处理各种内外部 焦头烂额的议题上的 议程设定的优先 要处理的项目 那但是如果说 有北京他自己去认定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急切的 这个事情是不是影响 他所谓国家安全的最优先 甚至是最容易可以被压制 跟处理的事情 那他可能真的就会 用各种的手段去出手 这么做了 这个倒是对我们有一些 警醒这样的一种启示 后续当然值得我们 进一步做观察 因为台港的联动 从这个返送中 或太阳花学运 一直到去年一整年 其实都会变成影响 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变数 那民意的强化或弱化 在北京的心目中 在我们自己总统的心目中的 消涨 其实也会影响 整个两岸未来的一个互动 所以这个是都会牵动的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针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今天正式开议 那么也提出政府工作报内容 有关对台政策部分 另外就是在今天 我们的关注焦点之一 就是在这一次的人大议程当中 将会来审议 港版国安法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会有立法的动作 还有后续牵动 哪些影响非常 谢谢成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周志杰 周教授为我们做非常详尽的解析 非常谢谢周主任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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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